现在在整个事件越离越轻的情况之下 当然有几个人的轮廓是特别清楚的 其中包括了下午裁定收押的上市范左线 范左线到底是为什么会跟洪仲秋结梁子呢 他自己关别人禁闭 那么生活是不是自己很节点 从他跟太太脸书的照片可以看到 两个人经常骑着昂贵的重机去玩让外界之一 又是开双臂又是骑重机的 事关的月薪才四万多块 怎么可能可以这样的花费 于是今天最新的发展是 有军舰告诉立委说 其实范左线在军中不但是经营副业 而且靠着放高利贷赚钱 还是看人放 如果说是小兵的话就收高额的利息 如果说军官的话就不收习 反映说小兵利息变成了就是他额外获利的来人 但后来大家还记得吗 他的弟弟一位自称是范左线弟弟的男士 告诉电视台说 这辆重机是他买的并不是哥哥的 他是借给范左线骑的 但我们进一步调查 这辆重机的确是登记在范左线的名下 而洪仲秋的同袍则指控 其实在这个旅当兵当久了 范左线就好像是土皇帝一样 根本就是这个五四两绿的流氓 玩重机开名车吃大餐 范左线妻子在脸书po上一系列丈夫生活照 看起来经济环境很不错 立委就指控全因为范左线在军中放高利贷 根据这个林小姐所指出 范左线士官在军队里面有这个兼营 这个放高利贷的这样的一个形式 为什么他能够在军队里面生存 兼营这样的事业 是因为他对军官他不收利息 那对小兵那当然就是他的获利来源所在 中部某位军人眷属主动找明代爆料 说范左线是军中的地下钱庄 靠收小钱放小钱来赚钱 但范家仁极力否认范左线兼拆放高利贷 说名车重机都是弟弟范左名的 只是借给哥哥开 他车刚买而已 他有来这里保养而已 但重机店老板说都是范左线来保养车 实际调查重机也是登基在范左线名下 范左线财力引发外界质疑 红中州退伍同袍也出面指控范左线 我讲人听点这就是军中的在地流氓 他们在这个旅上待了久 他们就是这个旅上的流氓 他们的所作所为就跟流氓没有什么两样 红中秋同袍细数范左线恶行 除了指控放高利贷外 爱操拼整兵更是家常便饭 甚至从中作梗引导视频会结果 俨然是军中土皇帝 如今红中秋枉死 检方认为范左线涉嫌妨碍自由 加上有串政之嫌 申请积押获准 抽丝剥茧 要还原范左线在军中带兵情形 替枉死的红中秋讨公道 TB新闻综合报道